那栋那个 你是燃料是火 它是那坨冰 现在是那个冰融化了 那水把你浇灭了 你想你能不能也做一下火呀 来烧我一下呀 对不起呀不能 无非就是这样吗 是吧 你是一个感情里的奉献者 他是一个感情里的掠夺者 他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因为舒服嘛 为什么不想分手 因为舒服嘛 但他心里面真的觉得你配当他 女朋友们 你以为靠自欺的卑微 就能够让一个男人爱上你吗 公养 我确认一句话 想分手 彻彻底底的分手 你要让自己头抬起来 你又去找到一个 愿意大大方方带你出去的一个男人 一个以你为骄傲的男人 一个能够对着所有人说 这就是我女朋友我特爱他 这样一个男人 这才叫爱他 好 谢谢 谢谢陆清老师 来 我相信你现在心里面有一点点觉得冤枉是吧 我愿意用先相信你的态度跟你聊聊这个事 你说你这半年做模特的工作这个环境比较杂 可能大家玩了以后都要去这个喝酒 然后非得要叫上男女朋友 好 你说不能不喝酒那是一种交朋友吧 那么请问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带女友出来吗 不能说我女朋友就是不会喝酒吗 你有想过任何保护她的可能性除了不晒照片之外吗 没有对不对 这是一个听起来好冠冕堂皇的借口 但她真的不足以说明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你的工作伙伴圈你有女朋友 还是你觉得一个有女朋友的男模特就会比较少生意 人家会觉得我已经明草有主了就不找我工作 那你太小看这个行业的专业性了 我婚后的工作绝对没有比婚前少 我们凭的是本事不是靠单身的任何吸引力 我想问你你说今天来是要挽回她对吗 对你有没有打算怎么挽回啊 就是想了其实可能以前是我的一些问题 好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做呢 就是多以她的角度去考虑这些事情 这都套话怎么做 就是多去找她多陪她聊 这次由我主动不用她主动 还有呢照片能不能晒啊 能晒 能不能带她去见父母 可以啊 带她去见你的工作伙伴 可以 刚刚陆琪老师给你的挑战是能不能告诉你的伙伴 这是我女朋友我特爱她 能做到 好 记得你说的 很多人说因为是初恋 我特别不想分 大部分的人的初恋 都是用来怀念的 这个世界上能够跟初恋结婚的人很少 大部分的初恋最后都是怀念 而我们怀念的强盲不是那个人 而是那段时间特别傻的自己 所以不要纠结于初恋好吗 谁没有初恋呢 这些都是过去 那是我们的青春嘛 你不能用青春绑住自己 因为我们会长大的 第二 我不觉得女人不能追男人 我觉得我们喜欢的男孩 我们当然可以表白 可以争取 但是姐妹们 追男人是有技术的 你追到手之后一定要转成他追你 如果你追他追一辈子 那你惨了 你们太不稀罕了 所以在一起之后 或者是已经让他知道你喜欢你了 你给出喜欢的信号 让对方知道 叮叮叮叮叮 这个女生是对我有意思的 能不能想办法让他来追你 那就更高明了 现在出现了一个可能的机会点 当然我不觉得你一定要被他追上 但是麻烦你要分手就坚定一点 不要离花带泪的 我还是很舍不得 你摆明了就让对方觉得你根本很好追啊 所以你真的要跑就跑远一点 跑快一点 跑狠一点 他才有机会追你 至于你要不要让他追回去 那就看你了 好 谢谢谢谢柯老师啊 你在他之前谈过没有 谈过 你闷心自慰 你在爱前任女友和爱她 两只比较之间 哪个当初的感觉更热烈 前任女友吧 好 很谢谢你说了真话 姑娘 当你把一杯热水倒到一杯冷水里面去 整体温度是下降的 对吧 你现在不就是这个状态吗 两杯热水倒在一起才有可能恒温 但你永远往热水里面倒 你不断的加 温度还是上不去的 一个人去努力是没有用的 我很喜欢收藏眼镜 有人送了我一副眼镜 我不是很喜欢 我有几次打开上节目之前 你尝试的想戴上它 但我最后还是不会去选择它 我总是喜欢选择 我很喜欢的 我自己认为很爱的那副眼镜 戴得上节目 而你就是那副 看上去质量还不错 盛情难去 但又不是很喜欢的眼镜 被永远藏在那个瞎子里 你明白吗 所以你总是说爱我爱我爱我 是没有用的 这个男生相对于来说 我觉得还算坦诚 他没有想去说 我经常原来说 不爱本身是不可耻的 但装爱就很可耻 因为你会耽误别人 但是你已经很显而易见地感受到了 他也承认了 他爱你的那种方式 或者他对你的态度和温度 跟前女友不一样 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但是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那几分爱 在他这儿已经形成了一点愧疚 否则的话他今天不会这么坦诚 你到现在为止 不过是有点不甘心吧 而他离开你 只是有点小失落 这个比重一比你就清楚 难道你还愿意 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热情 倒在那份冷水里面吗 到最后你会把自己也淹没 爱得一把尊严的瘾 其实你还算是坦诚的 我没有觉得说你一定要去欺骗他的感情 但是你有一点做得有点不厚道 你明明知道你爱前女友的那种爱 是你最趁热的爱 对吧 你给不了他给前女友的那种爱 对吗 你明明知道你给不了 不光是现在给不了 你将来也给不了 即便他对你的爱已经对你形成了一种感动 这种感动也始终无法供伐你爱的本能 对不对 你无法爱他胜过于爱你的前夜 你既然做不到 就不能因为 他的送上门来的盛心难缺 而要留下 结果你反倒看起来不快了 做人要懂得感恩 有一个女生这么大胆炽热地爱过你 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幸福 但你不能回馈相同的爱的时候 请你有尊严地离开 也给对方一点空间 否则的话你是害了的 待会儿防禁六十秒 你应该直接跟他说 我可能没有那么爱你 虽然我尝试努力做到 但是我知道 这是爱的本能 我做不到 所以为了你好 我愿意离开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我对你表示极大的尊重 好吧 女生 记住 乃欣老师教你